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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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飛針真的這麼厲害 竟然有起死回生的攻擊 七星飛針秘笈 是先秦神之貶著所住 天下只此一本 莫大精深令人欽賠 但七星飛針秘笈 又怎會到你手中呢 三大人 可不可以請公孫先生 用七星飛針試一試 看可不可以令他開口說話 公孫先生可有霸能 梅大人 此書曾經提及 七星飛針秘笈中的四海清平 可不可以即時打開雅園 又是用力不當 會有性命之危 你不怕 六星飛針 八星飛針 六星飛針 對 此事 二人 六星飛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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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學生恆不容命 你說話 你嘗嘗開口說話 老… 老, 沒有人 老, 老, 你說話 你終於說話了 來, 甚麼 他就是包大人… 包大人, 我要甘願 老爺 你是何人, 有何冤情 又要葬告何人 要你知死才能開業 大才敢全之類 我要葬告我家相公 江正濤 江正濤 江正濤既是你家相公 你為何又要葬告於他 他愛死我爹 愛到我家婆一婆 愛到我不仁不歸 江正濤 我晚晚沒想過 我本來只是一生九人 永天是人狼入山 那個日子 稀針 我還有一幅很大的書 好 OM 誰娶你當我們姑爺,他真的有福了 你就是這麼多嘴,我就是獎你了 走吧 小姐,看來他還是冷死了 他還有戲,快點叫人出去投我進去 小姐,他醒了 請問這裡是… 你竟然奔迷兩天 要不是我家的小姐救了你 你已經凍死街頭了 小人多謝小姐救命之恩 小人多謝小姐,多謝老爺救命之恩 老爺,爹 你沒事吧 小人多謝小姐,多謝老爺救命之恩 在生之得,活此難忘 敢問老爺,尊勝大怨 起床…我叫蔡監詩 她是我小女可怡人 請問你高聲大怨 小人叫江正濤 老爺,家之何處,為何會擋弧是呼吸接觸動 老爺,實不相亡,小人圓殖陳舟 因為家鄉撓饑草 小人的家人全部都失望 所以小人隻身來到湖州想投靠親戚 誰不知所有親戚都搬走 天地竟然無我容身之水 再加上飢寒交迫 所以才會暈倒在你們門前 若非只有小姐相救 小人早就凍死在路邊 爹 他生世這麼可憐 不如就留他在這裡 好… 老爺,這個人身份未明 慕然留在府中,恐怕 救人救到底,不准插罪都說出話 知道,老爺 小人願意造牛造馬 以報答老爺和小姐救命之恩 絕對,老爺,老爺,不准揽向此 不准揚 kay'd外面 可好… 有少爺,老爺,不准握 汪桑,不准握 牛雖,不准握 是補氣,補血,天啊 你在這裡幹什麼? 沒…沒事,小姐 你收藏什麼? 沒有 還不拿出來 你從哪裡偷回來? 小姐,這些全都是小人 平時聽到的記下來 你寄的事幹什麼?你想學醫嗎? 小人希望有朝一日,像老爺那樣 能夠成為懸護濟勢 鳴滿天下的神醫 你也想得挺理想的,就憑這些?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見你的人也挺有志氣 老爺,那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跟我爹學醫 是呀 那我就試試幫幫你吧 我拿一些醫藥的書給你 然後再找機會跟我爹說一聲 但至於他收不收你為徒 就要看你自己的彩數 我爹看見他資質充猛,領悟力強 於是就收他為徒 他很勤奮好學 還深得我爹的重用 還深得我爹的重用 我一不知不覺間,亦都喜歡了他 後來我爹還決定招他為誓 我爹,喝茶吧 爹,喝茶 莫長大人, 請用茶 新娘哥表演了 是呀 蔡臣的德賜皆世, 真是值得恭喜 是呀, 真是 婚後, 我們呼唱苦唱, 很恩愛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豈料日後竟然會 可兒, 你別這麼難過了 可兒姑娘, 若是累了, 先去歇息 明天再說 不用了, 包大人 我狗姐在求生到今天 我只是為了一掃冤情而已 婚後那半年, 都相安無事 直至到二十天 你的病再多吃兩服藥就可以脫筋 謝謝, 請出去結帳 可兒 可兒 你休息一下吧, 你從今早就直到現在 樂長大人比我更加辛苦 不過我真的不明白 他何時才願意傳授七星非執給我 爹的字會有主張的 我知道, 只不過我見到求診的人越來越多 而我身為女婿的幫不了她的手 實在有點內疚 那你更加要小心身體, 千萬不要捱壞 可兒, 有你這麼體貼的對我 我怎麼會捱壞呢 馬威 江萍, 你不是江萍?你不認得我嗎? 我是蘇華 你說什麼江萍? 你不是江萍? 那你是否忠謀縣的人? 你到底是不是來執藥? 要不然就別耽誤其他人的時間, 好嗎? 對不起… 讓我… 原來他的樣子這麼像江萍 江萍是什麼人? 江萍跟我是同鄉 他在中茂園五福樓做小儀 跟我很好的朋友 無論五福樓賣了給人 之後我沒見過他 跟他的樣子一模一樣 你幾包藥是你, 讓我出競場 謝謝 原體原症 可以, 簡直是一模一… 相公 可兒 你只是認錯人而已 幹嘛要這麼惡對他呢? 可兒 這種人我見得多了 為了能夠給少一點藥錢 就攀親情情 你日後不要隨便跟這些人說話 我有點不舒服, 我回來了 你沒事吧? 好 他的頭呢? 爹, 他有點不舒服, 回房間休息 好… 怎麼有玉子在這裡? 是蘇華留下的 不要緊, 讓我跟著上面的地址送給他 太陽快下山了, 你早點去早點回房 我會了 陸蟲, 你小心 知道了, 我現在去了 好 有沒有人? 你問這裡 有沒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兒, 為甚麼你會來這裡 你殺了蘇華, 你殺了人 可兒… 放開我 你聽我說 放開我, 你殺了我的手 可兒 你聽我說, 我殺她是迫不得已的 你又說你不認識她 那為甚麼你要殺她 那蘇華說的全部都是真的 你根本就不是陳舟人 那你以前所跟我說的都是騙我的 可兒, 我騙你是我不騙的 可是我之所以這樣做 完全是要逃避仇人的追殺 我的仇人就是蘇華 如果不是因為她 我爹, 安良 而且我姐姐也不會死 我也不會顛佩留 我跟她根本就仇心似海 那你真是叫江萍了 是 是 到了這個時候 我也不怕坦白跟你說 當年蘇華她設下天仙窟 我爹令她欠落賭債 她說要我姐姐去她家做丫鬟上債 誰不知她竟然想把我姐姐賣到青樓 我姐姐令死不溫 唯有投井自盡 到我爹找她平離的時候 還被活生生打死了 我娘也棄枝重病 沒多久就死了 一家人就是被她搞得我家破人亡 血海深仇, 我又豈能不報 女子最大惡極的人 無聊官府會不理的 她買通功夫, 令我撞高霧門 把我打到遍體淪傷 她還想殺我滅口 幸好是上天可憐我 被我逃了出來 誰不知又在這裡遇上她 我擔心她會加害與才加 誰先下手為強, 把她殺死 可兒 我是沒得選擇的 若她不死的話 就要死了 但是冤冤相報何時了 你始終就是殺了人 你知不知道殺人要填命的 可兒, 我求你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 我不想殺你 自從我董事以來 一直都被人看不見 只有你是看得起我 我能夠娶到你 是我一生中最開心的事 可兒子,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我是你的相公 難道你這麼隱身, 看著我想死嗎 但是… 為了你, 為了我 我求你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 好嗎 你起來再說 如果你不答應我, 我就長跪不起 我以為她真的為了報仇 我以為她真的為了報仇 我就沒有把這件事說出去 可兒姑娘, 你敢是姑息養奸 包大人, 我知道錯了 原來她欺騙我的 欺騙上的對我很好 原來她在我所用的煙枝裡 是放了皮箱的 可兒, 你覺得怎麼樣 我最近都覺得頭暈和耳鳴 我看沒甚麼事 很可能是你睡得不好 讓我幫你插花 可兒, 你還沒塗煙枝 已經塗了 我還是喜歡你多塗煙枝 可兒, 你真是來了 我看不見你 甚麼事 岳掌大人 都怪不再看 爹甚麼事, 你說吧 我真是不明白 為甚麼岳掌大人 一直不肯把七星飛針的絕技全面 爹一定會教你的, 你別這麼心急 我不是心急, 我在那裡想 如果我能夠早點學會七星飛針的話 岳掌大人他就不需要那麼辛苦 我明白你心意了 有機會我跟爹說 女人, 不是我不肯救他 精吐是我的女婿 早晚我會用七星飛針的絕技 我會用七星飛針, 傳授給他 不過以目前來說 他對師三的技術 還能夠準握得好 日後, 等日下他根基打環 爹自然會傳授給他 不過說去又說 我覺得精吐這個人 好像太過吉功了 爹, 精吐姐想跟你分擔你的工作 不想你一個人太辛苦 這麼快就幫他講好說話 真是女生回憶 爹 爹 什麼事?女兒 你沒事吧? 你…女兒 你…你撞到屁想毒了? 已經不是一招一招的事了 你撞毒撞了很久了 而且這個毒現在已經參與北盟之中 這個人陸毒易而消滅 他就是要你慢慢死 奇怪 這個陸毒的人 仍然能夠陸毒你完全不知道 鴨沉難逢 這個人大有可能是你身邊的人 好, 你想想想 貼心的毒性更強 鴨沉難逢不准弱 必定是自然的死命 這個人居然對毒性和鴨沉了解 你卻要能夠准弱掌握到鴨沉 這個人 你是風精吐? 徒? 爹, 不會是正徒的, 怎麼會呢 女兒, 你不明白了 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 放人知心不可無得 就算是我們最親近的人 都要小心, 不可以大意 你身上會獨地有辦法跟你發解 你儘管放心 有爹在這裡 不准任何人傷害到我的女兒 可兒, 有沒有跟鱷掌大人說 關於傳授七星飛針的事 那他龍家怎麼說 爹說叫你別這麼心急 讓你練好詩針之術 然後再慢慢教你 他根本就沒心想教我 爹也不是你的意思 鱷掌大人是怕我清出於難 也怕我日後的醫術會比他更加高明 那他是我爹,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他呢 可兒 可兒 我只不過是一時心直口快 你不要生我了 可兒, 我知錯了, 你原諒我 可兒, 這盒燕脂是我賣給你的 你收了它 我不要 我不要 可兒, 這盒燕脂是在西域得利的 我很辛苦才能買到的 你收了它 他也說不要 那你只是不肯原諒我 我真的沒有你這麼小器 那到底是為了甚麼事 可兒 爹說 我中了披霜的毒 怎麼會無緣無故中毒呢 我也不明白 爹說 我中了披霜的毒 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可兒 可兒, 你言良淑德 心長又好, 怎麼會有人害你呢 會不會是 岳掌大人他判斷錯誤 我也希望是 但是爹衣術這麼高明 他怎麼會斷錯證呢 可兒 可兒, 就算你真的中了毒 我和岳掌大人都一定會把你治好 你放心 喝杯茶, 早點休息 你看到天快下雨了 快點, 好 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身處黑暗之中 原來是在一副棺材裡 我聽到鎂響, 棺材就被鎂砍開了 我本來想大聲叫, 但我根本無法綁 我看不到東西, 我無法發聲 但我知道自己是未死的 這五公就以為是屍典, 就一窩蜂逃了 於是會, 我慢慢地排隊 帶我老海一片空白 是你…是你可而冤枝的女陸佛 是你害死她的 你有沒有人說, 她是你的妻子 你這麼狠心害她 既然你知道, 我也不怕告訴你 讓你死得硬了 沒錯, 可以知道我的事實在太多了 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也知道我殺了蘇華 所以她一定要死 你…你這個姨中少布的臭屍 蘇華, 你是不是人 你這本事, 你把我弄死了 殺你根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只不過我並不急於送你上廊場 因為你還沒把七星飛針的秘笈交給我 你發望, 我告訴你 我死不就把七星飛針的秘笈交給你 你更加不再辭職 還得到我七星飛針的秘笈交給你 好, 既然如此 我只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阿倪, 你沒有死 你…是人是鬼 原來你還沒死 阿倪, 你走, 你別走 你走…你別走, 不用理我 別走, 你走, 你走 阿倪, 你別走 小姐 已經不再是你們的小姐了 打傷老爺, 現在已經是食人的師精 我燒死他 燒死他, 燒死他 燒死他, 燒死他 我跳了下山崖, 大難不死 我只要跌倒了一隻腳 以後我就以野果為生 我本來想等傷害了之後 就回來找個禽獸算賬 但誰知道 我還有張氣的動作 我頭髮變成白 我全身都掌滿了白亡 我一直都失禮了說話的能力 看到我的天 都以為我是隻白無妖怪 終死為了逐漠 我曾經試過很多次想回去救我爹 我爹 大江青鋒將我爹運到我在密室裡 每天都被他交出七星飛針的給救 大人, 我只是一個女子 我救不了我爹 大江青鋒, 我就這樣躲在山林裡 過著野人的生活 就知道我遇到老夫人 沒想到江青鋒是一個這樣的卑鄙小人 上次你帶走你爹 也是江青鋒的詭計嗎 因為我曾經幫老夫人醫病 被江青鋒發現 我非但只沒有死, 還學會了七星飛針 是他故意製造機會讓我救走我爹的 他此舉又是何意 你知道我救走我爹之後 一定會用七星飛針來替他療傷 他就早就讓他們喝醉墨藍 醉墨藍是能夠把人身體上的經脈 清楚地呈現出來 他就是想利用這種方法 可以尋出落針的位置 和先後次序 當他帶著寺虎為你追來的時候 我爹為了不守他奸計得正 就此團經脈而死 你這個江青鋒用心的確狠毒 半闊端案多年 未上道竟被奸人利用 你爹知死, 半闊難辭其咎 大人, 肯定要把江青鋒的禽獸拉回來 展鋒為不可輕舉妄動 三弟, 江青鋒如此卑鄙 你絕對不可以放過他 嫂娘請放心 江青鋒殺人滅屍 毒害法妻, 逼死惡掌 以中不仁不義的小人 國法豈能容許 然而在未有真憑實據之前 不如打草驚蛇 展虎為 立刻大人前往蘇華賣絲之處查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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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 是 是 我 是 我 是 是 我 感谢观看 明星ų三 awhile,明星 nonprofit 再接近 Honestly,ćgung think 要事件呢, ==== 肯定是吧,需要的 如孩和偶格 只能把他复发 就算是粉身碎骨,我都不怕 好 大人 你馬上在我兒子所說的地方 真的找到蘇華的鞋骨 經檢查發現頭骨破裂 相信被蟲蟲擊折死亡 還有, 在鞋骨口中發現此物 公孫先生可認得此物 梅大人, 此物頗為古怪 是, 學生未曾見過 有路公孫先生查案一下 或許能有所幫助 是 大人, 要不需要立刻抓江正濤? 沒有, 蔡可怡當日所見 只是江正濤滅屍的情境 明來親眼見他殺人 他大可恥口否認 眼前或許必須查出 那江正濤殺人滅頭的原因 才能令他無從抵賴 大人 大人, 以學生推察蘇華手中 一定是掌握了江正濤犯罪的把柄 才能惹下殺身之禍 王朝馬漢 在 你以人立刻前往忠謀院蘇華的家鄉查探 是 請問 江正濤深懇手勒陰險狡詐 你以人必須多加小心 莫令他作困獸之鬥傷及無 是 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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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忠謀院查到蛛絲馬證 也只能證明他曾經殺來蘇華 並不能證實他已經毒害了 蔡可兒和蔡監傳 大人 學生想到一個計策 請確定 先前江正濤在蔡可兒以後大約插了一支銀針 此緣, 乃人之死緣 只要入獄三寸三分, 便必死無疑 蔡可兒之所以不死 乃是因為江正濤對七星飛針並不死心 我們何不將計就計 故意交回秘笈 然後故意讓他為蔡可兒療傷 七星飛針被吸一道仇 他必然會殺人滅口, 而且願形不露 此計衰妙, 但蔡可兒豈不是要無生命的危險 大人請放心 學生可以事先把銀針切斷一串 然後安置在蔡可兒以後 這樣做法, 她就無生命危險了 進來 姑爺, 外面有人客想見你 我跟你說過, 我今天不會見客 叫他們走 是開封府的八道 當然 semi, 但是這次叫我 白 nail機嫩打出來 現在要 cuid, 行… 不然會被我霉, 出發? 是非真 巴默大人, 請問此秘笈從何處得來 是在伯母身上找到的 據聞, 自賴蔡虎被寺 故而得此送還 這樣說起來, 真是謝謝公孫先生 謝謝巴默大人 不用客氣 不過, 既然這些是蔡家之物 為何又會落在伯母身上呢 其實此秘笈一直都是 我岳長大人貼身收藏 想必是伯母殺害他的時候 將其取消 每虎亦有同感 久聞似七星非針 有起死回生之效 故而想請光臣義再師妙秀 看此七星非針 是否能夠救醒伯母 巴默大人, 伯母仰事常在山中出霧 滋擾百姓, 老人吃人 況且這次殺害我岳長大人 乃是鐵一般的事實 人人得以殺之以後犯 巴默大人又何須為他 費心勞力, 言依診治 江臣義, 但百姓事人事妙 尚未辯明 倘若其中另有曲折 本府喜非右失職受 重奸人命 巴默大人果然無負 清天之餘 可惜百姓妖以為展大人所傷 陸經失調, 百物物亂 以致昏為美食 七星飛針雖然有 起死回生之功能 但風陷險象, 針羅寡矣 若光某有所閃失的話 實在難以向包大人的交代 江臣義人心人術 自當會盡力而為 倘若因此有所閃失 本府亦不會怪罪 好, 既然有包大人這句話 江某定當盡力而為, 有勞江臣義 幸好包黑自己 尚未發揮一枝名針 江某定當盡力而為, 你想和我作對 你太小看了我 現今就算連青天包大人 亦被我揮榮於我掌中 好, 我的確是想用七星飛針來救你 只不過我相未施針 你就相重不治 還使我有神衣的絕技 亦為時矣 照我看來包大人 亦一定不會追究我 你認沒有? 江神衣 閃大人 你… 包大人 江某不是曾經說過 在施針之時 絕對不能被人騷擾 否則他説一切後果絕不完整 大人 江江神衣 那百慕如今怎樣了? 他的可視已經死了 回品包大人 江某才疏何恥, 回天分力 請大人輸入 他既然死在你的手中 滿腹豈能搖暑於你 不及時都已經死在這 雙方 他既然死得不完整 點心 Ori focus 不及時都不舍涤 看來找某Fix 人生的胸部 你會珍喝什麼? 愛啊 賦啊 就算你麻煩啊 不及時都不lies 你會兒 認真 不及時都不合 真是在泡酒 不及時都不上 不及時都不及時也震重 感谢观看